好 我们一起来看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传言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们请大家来判断 请亮牌 好 2比2 请放下 唐薇 我觉得那个因为我们家我爸就是 他属于是胰岛素代谢异常 就是其实正常通过饮食和运动 他能调节过来的 就是血糖时高时低 而且他特别喜欢喝酸奶 还有我公公 他们两个都是这个情况 我给他们两个经常买酸奶的时候 就会挑选一些 比如说低糖的 就不含有这糖的 或者是一些带有功效型的 比如看现在市面上那种什么茯苓酸奶 本身就是糖尿病患者 可能吃会对身体有益处的这种成分 所以我觉得糖尿病患者 其实不是说不能完全不喝 就是喝是要有找对功效型的 但是尽量要少喝那种糖分高的 就是因为我是家里有亲戚 也是有糖尿病 但是他其实就是可以喝酸奶的 他说这个好像酸奶相比于其他食物 就是糖度其实没那么高 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 但是他也说啊 因为糖尿病人他的体质比较特殊嘛 就吃任何的食物 在摄入时肯定都要注意量的 就是就是肯定喝酸奶的话 也要控制量的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不对的 好的 曹阿姨 我觉得呢 这个喝酸奶啊 看情况 你比如我吧 我就是多年的糖尿病 但是你呢 分食材 你别是吃完饭再喝酸奶 再喝那种带糖的 那肯定就不好 肯定提高你的糖素升高了 你就在两餐之间 刚才张主任也说了 两餐之间喝 有一种无糖的喝起来没问题 其实有一点糖呢 你在两餐之间就肚子快饿的时候 肚子没食的时候 你喝一点 你喝一点低糖的也是没问题的 不会影响什么血糖 所以呢 还能保证你的血糖 这个平稳的这个向前发展 好的 夏勇呢 我是觉得不能喝 为什么 因为糖尿病患者 我觉得首先是严格的控糖 我们经常喝的酸奶呢 都是比较甜的 反正我是没有喝过那种无糖的那种酸奶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这个太甜的话 会对这个 这糖尿病不是很好 所以我觉得 就坚决不能喝这个 好的 有关于这个传言呢 我们要请张老师给出正确答案 我发现今天留给我的都是错误的 所以我只能说是错的 错误的也就是说 可以喝的 可以喝的 对啊 否定之否定就是肯定 明白了 也就是说 糖尿病患者是可以喝酸奶的 但是这个可以 是不是 也是有很多注意事项的 是有条件的 首先咱们来讲 为什么要喝酸奶 我不是要喝这里面的糖 我是要喝这里面的蛋白质 我要补充蛋白质 对于糖尿病人来讲 他更需要补充蛋白质 但是市面上有两种 我们糖尿病人本身就没有任何问题的 比如说自己家做的 不加糖的 对吧 或者是市面上还有卖添加一些带糖的 就是说一些甜味剂的 这种是本身不产生任何的一个生血糖的一个效果 这样的酸奶 咱们糖尿病患者喝起来就很放心 另外就即便是加了糖的也不用担心 因为本身来讲 酸奶它的生糖指数 就是比普通食物要低得多 正常来讲 酸奶的生糖指数可能只有48 那么白饼饭达到83 馒头更是高达88 所以相比较来讲 一杯酸奶的威胁并不太大 但是它能够给我们提供的蛋白质的量 确实很高 不是这两个能够比较的 明白了 那么其实牛奶对于糖尿病的朋友来说 也是可以放心喝的 对 牛奶正常来讲的话 它本身它不添加糖嘛 所以正常来讲的话 咱们糖尿病患者喝牛奶是最好的 但是问题就是 有很多乳糖不耐症的患者 而且就是随着年纪增大呢 可能这个部分的比例也更高 因为过去人都没有喝奶的习惯 所以多多少少会存在着乳糖不耐症的情况 喝完了牛奶会闹肚泽 会腹泻 会肚子咕咕咕咕一直在响 所以不舒服 所以这部分人没办法 他只能喝酸奶 因为酸奶中的乳糖在乳酸菌发酵的过程中都产生了乳酸了 本身就没有那么多乳糖了 明白了 所以其实酸奶是非常适合糖尿病的朋友来饮用的 对 它限制的是总的能量 所以只要你喝了酸奶 你把其他的一些饮食上的能量控制控制 比如说我喝了一杯酸奶 我少吃点白米饭 少吃一点馒头 这样的话其实肿的能量不超标 就没有问题的 好的 那么如果很多没有得糖尿病的朋友 他们害怕得糖尿病 那么是不是可以在饮食当中去添加一些酸奶 来少吃一些白米饭 少吃一些白馒头 这样能不能有效的去预防糖尿病呢 其实糖尿病发生的原因几种 一种是遗传的 遗传的呢 这个可能不是我们的决定 第二个就是生活方式 饮食 对吧 饮食上呢 比如说这些碳水化合物总量超过我们推荐量了 这可能会出现对胰岛一个刺激作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我们用酸奶 替代一部分这个碳水化合物 使它达到一个我们推荐的那个水平 这样的话呢 其实是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糖尿病的作用 而且呢 酸奶中富含了什么 富含乳酸 那么乳酸呢 进入胃内呢 有助于把食物消化的速度可能适当地延长一点 这种情况下呢 就能够有一个调控血糖的作用 另一方面呢 酸奶中呢 还有很多的钙质 而这个钙质呢 吸收之后呢 它能够帮助胰岛 调控血糖 调控这个胰岛素的分泌 所以这个时候呢 也是能达到一个稳定血糖 预防糖尿病 或者改善糖尿病 这个血糖水平的一个效果 同时呢 对糖尿病患者本身来讲 这个钙质呢 也是有益处的 嗯 明白了 所以这样呢 就是很清晰了 就是这样的钙质 那种钙质 就是这样的钙质 的钙质